这位姑娘就说她自己是98年的老阿姨 来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叫何静 今年23岁 来自吉林渔树 我的爱情学员是98年的老阿姨 做啥事都不着急 好 你好 何静 大家好 老哥好 你好 你这一出场啊 仙气飘飘的 可美了呢 我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是吗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何静的第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 我叫何静 老家是长春雨树的 父母都是农民 家里有食物赏地 我在长春上学 学的是护理专业 之前在长春市中医院总部实习八个月 正常来讲 我现在已经考完护肤症了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只能代毕业 生活中我就是一个98年的老阿姨 喜欢的东西和同龄人不太一样 我喜欢买玉鸭 玛瑙 黄金 这些首饰 别人出去都喜欢造娃娃 我就喜欢逛山水 找公园啊 有栈有水 往那一坐挺累劲的 最近我还挺想跳广场舞的 我觉得特别欢乐 好 好 来看一下五号金吧 我看你说你比较就是有点提前进入那个老年化了 其实我感觉这点咱俩就挺对口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也不是比较喜欢就是出去挨热闹啥 我比较喜欢清静 每次自己空闲时间溜着溜着溜着小公园啊钓个鱼啥的 拿下小板蛋儿玩一坐一下一钓一钓一天 那塞的一天都不吃饭就这样 鱼要钩的时候都好比你搂宝的时候 特别特别开心 鲁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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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不玩鲁娃的地方 你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他俩合不合适 我脚差不多了老弟 你这好像是我弟妹 姐姐你弟妹给后面唱 你愿意陪他晒一天然后钓一天鱼吗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没事 等我 我看这八号红军举手了 有什么问题 是的 你好 美女 我看短片里说要学广场舞 那你对台阶道的体育运动感兴趣吗 小一句可以教你 哎呀 我的天哪 我都急死了 98年的老阿姨做啥事都不着急 哎呀 我都急死了 从你上来呀 小伙就不停地给你抛橄榄枝 那五号金宝啊 我都不知道他钓鱼啊 刚才就跟你说 我钓鱼能不能跟你玩一起去啊 这个说台阶道能不能跟你玩一起去 你说你现在是紧张 你还是对小伙子 瞅他也不得劲 瞅他也没啥感觉 你是什么意思 你先跟我说说 紧张 是紧张 是吗 你能看出来 大家都是对你比较有好感能吗 啊 那就好 那就好 来 十一号 童老板 这不愿意陪着这陪着那 我陪着跳广场舞就完了呗 是吗 你这一横横 你给我横横猛了 我 我并灭他 太欠了 你很好 我并灭他 你看看 男的还有一点行 苏安哲我也愿意上广场溜溜的 我多少我看人家也多少跳点 但是他愿意看 我看他闷闷不乐 别说话 那我只有系统我自己的 掌声有请十一号 童老板来来来 好 我这个女人都瘦的 我就感觉我两个都不见得那样 你这个顾着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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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级喜欢他穿这顾着 我超级 他穿这顾着特别好看 我超级 精神小虎 精神小虎 对啊 精神小虎 精神小虎 紧张吗 害羞 你等一会儿哥哥给你跳完这舞 你又不紧张了 我怕你跳完了更紧张了 我一次没跳舞啊 我在这都临场发挥的 来吧 那种光肠舞能说出了个花色 有没有感觉 还有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你是不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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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让我让我让我世界的美好 心里心里是几天 不应记得到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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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反正现场都笑得不行了 大家回头来看看我们姑娘 姑娘从头到尾 根本连那个笑容都没有 你知道吗 两集分化了有点 这边就是水深火热的 这边冷落冰霜 咋的了 他跳的过程当中你看没看呢 看到了 啥感觉呀 挺好的 那咋连笑都没笑呢 我不想笑 别紧张 我拼了命的让你开心 让你不紧张 多好 为了让别人开心 希望你调整调整 让给大家 给他们一个回应 我着急啊 我怕 我怕 我怕这个状态 大家伙等会儿都没有热情了